你說它不重要,它很重要 為什麼?因為你亂不起來就亂不起來 你會覺得玩得不愉快 為什麼?如果你要玩得愉快,就是說 用好的系統,電腦系統用快一點 比如說我可能在某個科大,可能用的是雙核心的來跑的話 那另外可能在某個大學 可能像什麼德民科大好像用的是 他們後來也是改I7的 然後前一陣子在彈江資工系 他們全部70幾台,70台電腦全部都I7的 然後RAM都8G的 所以學校,我發現學校還是有差啦 就是說因為沒砸錢 所以跑起來就是順,而且他們的環境就是有最佳化 就是說連動畫那些都沒有啦 所以跑起來其實還蠻OK的 那不一樣的學校當然在之前那個佛光大學 佛光大學因為那個信雲法治辦的嘛 所以他們現在比照公立大學學費收費 近兩年好像就是只有國立大學收費 所以吸引到一些程度比較好的學生 但是他們學校的電腦好像也 我印象中沒有很快 但是跑起來還可以啦 基本上就是說 還是要做一點折衷 那像我們這邊的電腦是I5的 三點 應該是雙核四執行序的樣子 雙核四個執行序 所以你可以按Ctrl、Auto、Delete 其實這邊就可以看到那個什麼工作管理員 其實就可以看到效能1234 四個執行序 有是雙核 模擬四個執行序 所以他可以做模擬像四個CPU一樣的動作 但是模擬出來 實際上還是雙核核心 那現在有四核模擬八個執行序 就是I7的 四核心的 那當然跑起來更快 RAM當然就是說 因為像我們現在差多少RAM 差4G RAM對不對 可是如果是你是32位元的話 只能用到3.3GB 因為超過的話 他沒辦法定值 這個沒有辦法 這是先天的限制 所以如果你差到8G的話 8G的RAM 你一定要64的 不然的話 後面你差再多也是沒用 他也用不到 所以當然這部分的話 這也是基本常識 然後 再來就是說 這個環境部分的話 我們剛剛是RAM了一個 AVD有沒有 那另外 剛剛有同意 因為4.3剛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 光開啟模擬器就非常久 而且好像有那個 按鈕 他一定用下面的按鈕 Back鍵、Home鍵 好像旁邊的按鈕 沒有辦法MAP到 這個不知道哪邊的問題 不曉得是 他的那個SDK沒有做好 怎麼樣 所以如果基本上 我們在 練習的時候 你也不要 一下用4.3的模擬器 你可以建一個 2.33的就好了 為什麼 我一直強調說 你要向下相容 所以你要用的SDK 不能直接用4.3的 可是現在你外面 坊間買的書有沒有 他一定要強調最新 所以他的Sample全部都是4.3的 都是4.3的 所以 你變成說你這個App 做出來之後 放在 放在Google Play上面 能夠搜尋到你的App的 其實很少 所以基本上最好是 開發的時候用的版本 盡量用 2.33的 會 比較 比較一般 就是說 比較可以普遍都可以 loaded out 你的這個App 那另外 是 那些版本不同的法 有差嗎 基本上 語法都一樣 那會有不一樣 就是說 比如說我今天4.3 他有新增了幾個類別 比如這個類別是什麼 可以做什麼 動作 就是他有一些新的support的一些類別 那類別 基本上 99.9% 你是用不到的 好 那所以 就是看 大概 99% 就是 就